银两,指中国就是,以银定位主要形式,的一种称两货币,开始于汉代,升行于明清两代,银两之一种,以银定位主要形式的称两货币,始于两汉,胜于明清,清又见有时,需银两之分,使银两至实际流通的白银,如银定等,古代中国银子缺乏,银子的价值很高,一两银子等于之前1200多文, 清初一钱到3000多文清道光以后,而直到清末,一斤相当于1.20斤,猪肉只要20文钱,一亩两田只要7-8两银子,或者12,三个银元,几两银子,即使两银子是件大事情了,有百两银子就是大款了,能够买上十几亩两田,在明代,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,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, 所以七季光的是兵军享一日只有三分银子,一月不足一两,平常老百姓使用的是铜钱,清末时使用铜元,很少用银子作为日常交易用,许多老百姓之死都未见过银子, 所以口语中表示没有钱贫穷使用铜钱填没有,而不说银子没有,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以银子为珍贵的原因之一吧, 虚银两只用于记账,实际支付实则虚者算成钱元,1933年实行费两改元后,银两平时使用, 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到220元左右,关于银子到底价值几何,金人大多毫无概念,经常犯错误, 很多电视剧尤其可笑,描写古人动辄使用几十两,甚至几百,几千,几万两银子, 更有甚者,竟然常常出现从口袋里,掏出面额成百上千两银票这些荒唐的情节,显示了创作人无知以及不认真到了何等程度, 关于一两银子值多少人民币的问题,基本上能够得出的结论是,一两银子等于之前一千二百多文,清出一千到三千多文清道光以后, 而直到清末,一斤相当于一点二十斤,猪肉只要二十文钱,一亩凉田只要七至八两银子,或者十二,三个银元。